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内部最新的规定 这些规定旨在清除那些看似不称职的党员 随着党内成员人数超过9900万 难免会有一些成员无法达到标准 这不仅包括贪腐和犯罪的行为 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够优秀的党员 最近官方推出了针对这类成员的新规定 目的是要改革或驱逐那些缺乏革命精神的成员 这些规定不仅针对那些不缴纳党费的人 还包括那些信奉宗教的成员 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 否则将面临被开除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党内对于懒惰和消极的成员也开始加大力度 强调要赶走这些不积极的成员 因为这已经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 不过 这一系列措施是否真的能够改变党内的工作氛围 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专家的看法 根本问题在于成员们面对严厉惩罚的恐惧 导致他们不敢表现出任何的主动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经济学人 杂志2024年9月5日发表的文章 题为如何被中国共产党开除 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针对表现不佳成员的新规 我们将详细介绍其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 中国共产党拥有超过9900万名党员 如此庞大的成员队伍 难免会有一些人表现不尽如人意 对于那些腐败违法或不忠的人 党内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将会进行严厉的内部调查和惩罚 近年来 这个机构已经惩处了成千上万的官员 但仍有另外一种问题成员 那些没有触犯法律但表现不佳的党员 这次的新规正是为了处理这类成员而制定 8月底 官员们公布了处理这些成员的新规 目的是改革或开除那些缺乏革命精神的党员 这些规则中有一些早已存在 但执行不利 现在党要进一步进行自我革命 以清除那些较弱的成员 不缴纳党费的成员是一个主要目标 每个月党员都要上交一小部分工资 虽然党并不需要这些钱 但这是忠诚的表现 党号召党员从革命英雄朱德身上汲取灵感 朱德在临终前将他的全部积蓄捐给了党 而不是留给女儿 显然少有党员能够如此忠诚 一些党员甚至完全不缴纳党费 根据新规连续六个月不缴纳党费将成为开除的理由 宗教信仰成员也是一个问题 新党员在入党时必须宣示自己是无神论者 但许多人仍然怀有超自然信仰 2018年甘肃省的一名党员 为了给核电站的建设带来好运 竟然雇了一位道士 这种行为被视为严重违规 根据新规 宗教信仰者应被给予放弃信仰的机会 若不放弃则会被开除 新规的主要目标似乎是清除那些拖沓的成员 规定明确表示 被动和懒惰的成员应该被开除 一些党员似乎在逃避由地方党小组组织的活动 如学习习近平讲话的研讨会 还有一些党员没有完成官员分配的任务 这一切令习近平非常担忧 党总书记常常抱怨下属的工作态度不佳 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吴木兰认为 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懒惰 而是在习近平治下犯错的党员会受到严厉惩罚 因此许多人认为保持低调比积极表现更安全 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未必能激励他们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种内部整肃反映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思路 从政治角度来看 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同时 也在试图通过内部清理来确保党的纯洁性和忠诚度 这种做法可以被视为对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的重视 但也可能带来恐惧和压抑 从社会角度来看 这些规定可能会影响到党员的心理状态和工作态度 那些对党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党员 可能会因担心被开除而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长此以往 党的内部民主和创新精神可能受到抑制 从文化角度看 宗教信仰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无神论 但在一个拥有丰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社会里 彻底消除个人信仰并非易事 如何在保持党的纪律和尊重个人信仰之间找到平衡 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从国际角度来看 这种内部清洗可能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外界可能会认为 这是对基本自由和人权的进一步压制 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这可能会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在总结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分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下 正在通过更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强化内部管理 虽然这些措施旨在保持党的纯洁和纪律 但其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 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内部挑战时的 治理思路和策略 感谢大家收看六度解析 我们将继续关注并深入解析 中国及全球的重大事件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